欢迎收听快川之饭派又黑花了 无奈神兽虚空 来咯来咯 第149集 众人以为 继合这么挑衅阎罗王 阎罗王再怎么都要撞破他的脑袋 拧断他的双臂和废掉一条腿 却不想他就拧掉他一条胳膊 而且只是拧得脱臼 男人嘛 很容易在打架过程中 惺惺相惜 阎罗王难遇对手 继合是第一个 跟他对打这么久的人 滚吧 以后离小白远点 阎罗屁腻着地上 那疼得脸色发白 也没有坑一声的人 冷冷地道 阎罗承认 自己生了恻隐之心 换作平时 他说不定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兄弟 但是 继合不该打小白的主意 这一点让他很生气 继合从地上爬了起来 说了一句 愿赌服输 便扶着胳膊 离开了 阎罗 朝二三楼的地方 瞥去一眼 看戏的囚犯们 一轰而散 飞快地 奔回了自己的囚室 南巡 连忙跑过去 哥 你有没有受伤啊 我刚才好像看到哥 有几招没躲开 阎罗 揉了揉 他毛茸茸的脑袋 是啊 伤到贝勒 回去你给我擦点药 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他觉得 难道不应该硬汉一样地否认 说 这算啥 对哥来说 小意思吗 晚上 南巡自来熟地 进了四一九求市 从柜子里 取出上次用的那支药膏 冲炎罗一扬下巴 哥 去 床上趴着 阎罗哭笑不得 小孩 起到他腰上 将那球衣卷起 然后 挤了一大坨药膏 细细抹了起来 空气 在安静地流动 阎罗 感受着背上 那温柔触碰的柔抹 突然道了一句 小白 矿场的那次 你为什么要冲出来救我 南巡 手上动作不停 理所当然地道 还能因为什么 你是我哥呀 我看到有人偷袭你 想也不想就冲上去了 幸好我还有些本事 把那人打趴下了 没给哥帮到吗 阎罗沉默了一会儿 滴滴笑了起来 突然扔出一记重磅炸弹 小白 今晚 陪我睡吧 我们哥俩 聊聊天 南巡脑子里 轰隆一声 我靠 幸亏他还记得 自己现在是个男人 不然听了这话 他肯定要一拳砸过去 哥 预警会查床的 你忘了 今天周日 周日呢 预警不查床 第二天 南巡八爪于事地 缠在阎罗身上 他自己看了 都觉得羞耻 阎罗只是笑笑地 摸了摸他脑袋 脸上没有露出 任何嫌弃之色 经过矿场那一次的事 南巡清楚地发现 阎罗对他的态度 又变了一些 好像更加信任他 也更加宠溺他了 真把他当成了个 需要照顾的小弟弟 就在南巡 每天过着惬意小日子 快要忘乎所以的时候 美环监狱 三月一次的探监时间到了 有人找了南巡 南巡是被监狱长 亲自带过去的 透过探监的玻璃窗 他看到了 许久没见的赵队 南巡脑子里轰隆一声 尼玛日子过得太快 他快忘了 卧底这一茬事了 赵队 拿起玻璃窗外的电话话筒 南巡抿了抿嘴 将自己这一头的话筒 拿了起来 赵队看他的表情 带着十足的满意 莫白 叔叔都听监狱长说了 你干得很好 言罗王应该是彻底信任你了 南巡与阎罗的所有相处 明明都是出自真心 可他觉得 从这人嘴里一出 搞得好像 这一切都是他的精心算计 这种感觉 真他妈不爽 南巡垂头想想 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他抬头看向赵队 神色认真的道 赵叔叔 我认为阎罗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他之所以跟我亲近 不过是在迷惑别人的视线 比如说我 比如说您 莫白 你 你确定吗 赵队你想 大家都说阎罗王一向独来独往 从不搭理人 可我第一天就跟他搭上了 所以我怀疑 从我进监狱的第一天 他就知道我身份不正常 赵队原本也有这样的怀疑 听到南巡这么说 当即就深信不疑起来 果然是条老狐狸啊 不好骗 莫白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了 那叔叔会尽快将你转移出去 南巡一听这话 心里一慌 面色却是不疾不虚的倒 赵叔叔 既然阎罗王没有捅破这张纸 那就说明 他不想跟警方对上 况且我只是个小喽啰 他也不屑对付我 我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过得也不差 赵叔叔不必担心 赵队也听说了 这孩子打败刀疤的事 对他刮目相看 但还是凭借多年的经验 提醒道 莫白 叔叔听监狱长说 刀疤已经养好了伤 很快就要回去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实在不行 就找监狱长带话 叔叔 给你换个地方 南巡点点头 真心感谢道 嗯 谢谢赵叔叔 因为关进美环监狱的囚犯 很多都是亡命之徒 且有的已经被关了好多年 所以真来探监的没几个 比如二四二 只有南巡和老五 很多囚士 甚至一个探监的都没有 老五高兴了一整天 连走路都是哼着调的 阎罗也有人探监 回来的时候 他衣服里藏了一个 小猪仔布偶 可爱极了 后来这小猪仔 就落到了南巡手里 被囚士一群人 笑了大半天 南巡瞪了他们一眼 怎么 是我哥的小妹妹送来的 哥一大老爷们不喜欢 就给我了 杜攀大笑 小猪 难道你不是爷们啊 南巡一呲哑 笑得眉眼弯弯 我不是爷们 我是小孩 我哥说的 几人肉麻地直搓胳膊 我去 他们觉得这阎罗王 真的是在养弟弟 小孩宠得太过分了呀 一天到晚的尾巴 都往天上翘 赵队提醒的没有错 没过几天 刀疤就回来了 他在医务室 休养了两个多月之后 终于又回到了A间区 额上的伤结了家 右眼被南巡弄瞎了 戴着眼罩 独眼加刀疤 让他看着比以往更加阴质 南巡 每天跟阎罗 形影不离 每次看到刀疤的时候 他都是目不斜视 仿佛已经忘了罪魁祸首南巡 直到有一次 南巡一个人去厕所 在走廊上与刀疤擦肩而过时 刀疤死死地盯着他 瞅了一眼 神情中散发着 让人心悸的弑骨恨意 目光阴狠而毒辣 饶是南巡早有预料 还是被他眼里浓烈的恨意吓了一跳 南巡觉得 刀疤想弄死他 他肯定在暗中寻找下手的机会 但南巡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刀疤是因为贩毒进来的 手上也犯过许多命案 对付这样的人 没有必要心慈手软 就在南巡 筹谋着该如何弄死刀疤的时候 一个美好的清晨 有人在绿化林发现了刀疤 和他一个得力小弟的尸体 一个是被一头撞死的 一个是被一刀捅死的 手段干脆利落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那完毕 再见